高雄前镇区在今天中午有一名骑士跟小货车驾驶发生了行车纠纷 货车司机因为不满骑士骂他于是下车攻击殴打 并拔取骑士的机车钥匙 甚至把男子的手机丢在路上出手打伤了左脸 对此骑士决定要提告 而警方也将通知张信货车司机到案说明 并依强制伤害毁损罪嫌移送法办 白色小货车横停斑马线 驾驶倒车要走 骑士手一指想要再追上前 后方女子急忙拉衣服制止 路口爆火气时间回推就见白色小货车转过来 驾驶器冲冲下车想跟骑士说什么 骑士也不甘白白被欺负 下秒双方推挤 从左边打到右边又再拉回来 不管路上车来车往打出火气 然后我要找警察他会害怕 然后又打人 袖子被弄坏车钥匙的吊式 也被扯下来 骑士吓坏20号中午骑车外出 途中突然备案喇叭 下意识自我保护 竟然遭到对方追车理论 张姓 男子驾驶自小货车 人家喇叭 因突然遭受惊吓后 变相自小货车 大声说你很饿你很霸 小货车驾驶尾随机车骑士到宝泰路口 左转时看到机车骑士直接下车攻击殴打 还硬拔机车钥匙 甚至把对方手机丢在马路上后 挥拳打他的左脸 讯问后将依强制伤害 急回损罪 以请高雄地缘处侦办 涉嫌商人的货车司机虽然先离开 但后续被警方通知导案说明 不满被回罪车艇斑马线影响路人通行 先吃600到1200元的罚单 至于动手部分 骑士提告也必须为冲动付出代价 记者陈美军正明高雄采访报导